大家好,这一时刻呢我们来讲一下我们的一个netab的存储叫Fast2240的一个初始化 那初始化呢就是说我们要去对它做一个底层的上架连线之后呢 做一个基础的一个初始化配置 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这个Fast2240的一个端口 OK,这里是它的一个端口介绍啊,就是它有两个控制器嘛 就相当于两个高口用的主机,对吧 那实际上两个控制器呢,它的端口是这样的啊 从左到右啊,这边呢这个0A0B呢是连我们的什么呢 就是后面的Self的这个磁盘扩展柜的 这个磁盘扩展柜啊,我们叫Self 然后呢,如果你没有,你没有磁盘扩展柜啊 就是本身它这个机头这个inclusia 就是这个柜子本身也带硬盘的啊 也带了12个硬盘 那如果本身有硬盘呢,你又没有扩展柜呢 那这个端口呢就是两个控制器 它也是0,下面也有一个0B0A嘛 那就交叉连,对吧 就是0B连0A,0A去连下面一个控制器的0B就交叉连 好,这是第一个,这个是什么SaaS的一个接口 好,第二个呢就是什么,这个11A和11B 这是一个10Gb的端口啊,10Gb的端口 它可以连两根就是10Gb的这个光纤线 那光纤线呢,它的连法呢就是 上面的11A连下面的11A 上面的11B连下面的11B 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我们的 Untype Cmode的一个集群网络 这个集群网络是用来做什么load 就是节点之间的横向通讯的 那这个口呢就是什么,就不是交叉连的 是1对1哈,就是上面的这个 1A对下面的1A,上面的1B对下面的1B 就这样的,那这种是什么 SwitchList,就是没有交换机的连法 那如果有交换机的话 那这些口呢全部都要连到每个控制器啊 这个,这个,这个口,对吧 集群网口,它全部要连到什么 连到我们的10Gb或者是什么 100Gb的这个,这个 以太网交换机上面去 OK,这是集群网络的端口 那这边呢是我们的什么 1010就是我们的串口 那我们去做初始化配置的时候 就要去连这个串口,对吧 连这个串口呢,我们要去配置 差不多5个IP,对吧 待会我们再说这个5个IP哈 这个串口的border率呢 它是9600或者是115200 那其他的设置呢都是保持默认 我们推荐的串口的连接软件 就是我们的putty P-U-T-T-Y,putty 然后呢,这边这个扳手的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这个管理口,对吧 叫做10M的管理口 这个管理口呢,上面它可以重叠两类IP吧 就是一类是我们的管理IP,对吧 就是每个节点的IP 还有呢就是什么 我们的clusterIP就是那个VIP 还有就是什么 我们的SP 那SP是什么呢 SP是存储的这个 相当于是远程管理口 它是独立于存储的系统的 通过它呢,我们可以去管理整个存储 对吧 通过硬件层面的,它是两个IP哈 就是SP的IP和我们的管理IP 重叠在这一个10M的口上 那这边的口呢,是1GB的口 就千兆口啊,有4个 这些口呢,用来跑什么呢 可以用来跑我们的NFS Safe式 对吧 就是这些前端的什么 前端的端口 去连什么 连我们的前端的以太网交往机 或者是什么 我们的服务器,对吧 就是连接到服务器提供我们的什么 存储服务的 OK 这是管理口 这是前端的口 对吧 串口 还有我们的什么 集群网络的内部口 还有我们的什么 就是我们连接我们 谢府持盘柜的什么 后端端口 对吧 那一个控制器我们要去搞清楚 这些后端端口 对吧 前端端口 以及管理口 对吧 串口 还有我们的什么 内部横向集群网络的端口 一定要搞清楚这个端口的分类 OK 那我们这个图就介绍到这里 这是我们控制器 那我们在初始化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什么 开箱上架连线 特别是连线不能连错 连线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做初始化 OK 那我们切到初始化的一屏 好 这边呢是我的我的gethub nethub的标签页里边的 一些初始化的配置 待会我们再讲这个 我们先来登录到我们的一个 创客口 好 我们到Glock Money里边 我们去登录我们的远程实验环境 然后呢 这边呢 我们SP啊 刚刚讲了 就是说 我们已经连接了这个存储的SP 它的SP的IP 就是我们的这个6.103和6.104 SP呢 其实有点像我们服务器的iDrive卡 就是一个独立的什么 硬件的管理接口 好 我们来连接一下 open我们的SP1 然后另外我们再打开一个窗口 open我们的SP2 那我们在SP里边呢 我们可以敲个问号 可以看到它有很多命令 我们这里呢 有些硬件的命令 我们就使用什么 System这个命令 去登录我们这个控制器里边的 Untype系统 它会提示你输入用户名和密码 对吧 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哈 SP的 哦 这里我们已经进去了 没事 就是SP的用户名也是admin 我们的这个Untype系统的用户名也是admin 然后呢再输入相应的密码就可以了 那你要切从这个SP这个硬件的管理平台 切到我们的系统呢 就是System Console 如果你要切出来呢 就是Ctrl D OK 好 这边我们切换一下 System Console 然后呢 这会让你输 那个那边我是输过的 admin 然后呢 输Untype系统的用户名密码 可能可能没对哈 好 进来了哈 那两边呢 其实看到的东西呢 是一样的哈 比如说我们在这里 可以输一个load show 是吧 我们看到两个节点 现在是好的嘛 对不对 那这边也是哈 比如说你输cluster show 一样的哈 可以看到它的健康状态 OK 那现在呢 我们要做一个操作 就是把两台 控制器呢 就是系统的控制器给它hunk掉 就是把它启动到它的什么 底层的 没有进Untype系统的一个loader的状态 我们来hunk掉它 hunk是吧 那hunk hunk有个参数的哈 我们看一下 要hunk哪一个头嘛 对不对 比如说我在这边 我是登的2哈 我就把第二个节点hunk掉 然后呢 有一个 inhabit inhabit inhabit就是禁止takeover 什么是禁止takeover呢 就是说 两个头呢 其实我们的两个控制器呢 之间呢 是通过背板哈 就是他们直接有心跳的 有心跳的 它是有一个ha的架构 就高可用的架构 就是很简单嘛 就是我们两个控制器是一个底层的硬件的集群 然后呢 当某一个节点挂掉之后呢 它就会去接管另一个节点的什么 磁盘的归属 以及相应的什么 它的svm 就是我们的存储虚拟机 以及它的服务 等等 还有它的leaf端口 那我们要 如果你要做初始化的话 你把这个头 昂掉之后呢 它的磁盘就会被对端接管 这样子的话 你就没办法去做什么 磁盘的初始化 因为你的配置和什么 磁盘的归属都在磁盘上面的嘛 所以说的话 所以说我们这里禁止它去做这个takeover 就不把它的磁盘接管过来 当它昂掉之后 不被对方接管 这样它的磁盘还是被它所管理 才能够去对它进行什么 初始化 OK 记住这个参数很重要哈 叫做inhabit takeover 好 我们就昂掉了 对吧 好 这边我们也来 也来做的一个hunter的操作哈 hunter哪个头呢 我们是1 对吧 然后呢 inhabit takeover 就是禁止去做takeover 接管嘛 那takeover和giveback是一个什么ha的概念哈 硬件ha 就是当你去什么 当你去 当你去 要去做一些 对某一个控制器做一些维护的时候 它可能要应用不停的情况下 它要把对端的这些服务 或者是这些svm 就是我们存储虚拟机呀 包括它的硬盘的归属啊 全部接管过来 那如果你要去做初始化的话 就不需要接管 否则的话 你这个头上没有owner 就是没有持盘的owner 你是没有办法去做什么 没有办法去做初始化的哈 它很快它就重启了 对不对 你看就到了loader的状态哈 这个loader就是很底层的 相当于是什么 我们bootloader在bios 就相当于我们服务器的bios里边了 对吧 或者是进到我们的一些很底层的一些模式啊 叫loader模式 OK 这边也在重启啊 重启之后它就会进到loader 那进到loader之后呢 我们要去什么 要引导我们的on tape系统是吧 我们叫boot on tape 然后呢 menu 好 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要去启动我们的loader 下面还没启动我们控制器里边的那个SD卡 那个SD卡里边放着我们on tape系统的kernel 那我们的硬盘里边放着我们的on tape系统和我们的数据 对吧 那这里启动呢 它会启动我们的kernel到什么 引导菜单 就是我们的维复模式的那个菜单 知道吧 有一个菜单 那菜单里边全5是维复模式 当然我们看一下 选40初始化 还有9 对吧 9就是去清除我们磁盘的分区 底层的分区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7788的东西 我们看一下 就是配置啊 这些东西 好 我们来启动引导菜单 这边也启动引导菜单 boot on tape 下一个参数化 menu 对吧 它就会到我们的引导菜单里面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当前的系统是什么 我们只是初始化啊 当前的系统也是在SD卡里面有的啊 就是什么 9.4.p3 那这里呢 如果你没有去加那个menu 你可以在这里按Ctrl-C Ctrl-C 去进入我们的boot menu OK 好 这边也是哈 也可以Ctrl-C的 这是两个控制器嘛 对不对 然后它会到我们的boot menu 好 这里我们稍等一下 暂停一下啊 看一下 好了吗 没有 等一下 可以了哈 这里 它进来了 进来了之后呢 我们看这边有没有进来啊 我们再等一下 暂停一下 好 我们继续啊 这里呢 有些选项 我们一般来说 就是4和5 还有9嘛 如果你不重管系统的话 到这里我们就选9 因为我们为什么有分区啊 9是去ADP嘛 就是高级磁盘分区 呃 我看一下啊 为什么要有9 我这里讲一下啊 因为 呃 在我们现在的硬盘都很大 都是三个T 四个T 如果你用三个盘来装系统的话 对吧 显然 因为我们的RAID的模式 RAIDDP嘛 RAIDDP就相当于我们服务器的RAID6 对吧 它有两个校验盘 一个数据盘 那如果这样来装系统的话 我们就会浪费掉三个盘 每个盘四个T 或者八个T 就很浪费 那我们就要把这个硬盘做一些什么 做一些切块 就是分区嘛 那我们分出一个 比如说100多G的 一个小块来装系统 那剩下的 呃 四个T剩下的部分就用来做什么 用来做我们的数据盘 对吧 来去做数据盘的这个 呃 我们的RAID 对吧 所以说呢 这里就是有 针对大硬盘 就会有一个ADP 磁盘分区的问题 它会分成P1 P2 对吧 那P1和P2呢 是什么意思呢 P2就是我们的根分区 P1就是我们的数据分区 待会我们会看哈 我们选9 在选9 选9之后呢 来我们两边都选9哈 好 我们选9之后呢 会看到它会出一个菜单哈 就是 看看这里啊 就会有一个9的一个ABCD的选 ABC的选项 我们看一下 稍等一下啊 好 我们就来到了9这个选项里面的直选项哈 直菜单 那第一个呢 是9A 9A就是怎么 我们我们删除分区 对吧 删除所有持盘的分区 并且移除所有持盘的owner 在我们netab的存储里面 首先第一个环节就是说 我们的控制器 要对我们所有的持盘有owner 就是归属的用紧 持盘有了归属之后 才能对持盘做read OK 那我们要怎么把以前的 这个就选9A 对吧 把以前的这个分区给删掉 以及它的持盘owner移除 对吧 我们就选9A 然后yes 这边一样的哈 9A yes 那它为什么呢 它会清掉我们的这个 持盘的分区 以及它的owner 就是持盘的归属 好 这里我们讲一下 这个清掉持盘分区 你看见没有 那我们的read呢 其实是基于什么 基于这个分区的 而不是基于持盘的 这是针对大营盘嘛 我们刚刚有讲过 对不对 它会移除分区 然后再移除什么 我们的owner 这里移除了分区之后 它又回来 回到这个菜单 它叫我们 我们要敲9A 就是返回我们的主菜单 9A 好 到主菜单之后呢 这边我们也回来 9A 然后到主菜单之后呢 我们选4 4是什么呢 就会清除配置 以及什么分配我们的owner 初始化我们的持盘 给我们的根券 就是我们来装系统 那我们来装这个系统呢 这个系统从哪里来呢 就是从我们的SD卡 我们的boot device 这个SD卡里边 它既有客人 也有我们的什么 也有我们的系统镜像 它会把这个镜像呢 释放安装到我们的什么 安装到我们的 就是如果是整盘的话 如果没有分区的话 就按照每个头都会挑上个硬盘 对吧 挑上个硬盘 来做着我们的根券 那如果是我们有分区的话 它会什么 它会把所有持盘的这个什么 小分区 对吧 就是我们的p2 p2这个分区 partition2这个分区呢 来做一个什么 每个平均的分布到两个头 去做什么 去做我们的根分区 根券 对吧 我们的根的 root的agric ok 我们选试 这个是它是自动做的 对吧 它说会清除零化磁盘 清除重设配置 并创建一个新的WAF的文件系统 问你确认吗 确认 ok 它会重启就开始做了 那这边也是一选试 对吧 就是我们要清除配置 对吧 y 对吧 两个y就可以了 好 然后它就会rebooting 重启我们的这个控制器啊 那重启之后呢 它就会去做初始化了 那初始化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去做cluster的setup 就是配置集群 那如果以我们一套新的存储来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只要不重装系统的话 我们默认就会到什么clustersetup的阶段 去做集群的配置 而不是初始化 它这个你初始化好了的 解包就可以了 好这个过程就有点慢哈 它就会一步一步的往往往后走 对吧 做一些磁盘的一些操作 我们暂停一下哈 那我们看它在做什么 看最后一行在在wip啊 wip的这个filer 就是filer就是我们的控制器啊 就是它会去清除我们的一个filer 那我们9的系统啊 9.4的系统 其实很快的哈 如果以前的系统啊 8点几的话 它会很慢 那差不多一个4T的盘 它要干很久 好的9.4的这个系统之后呢 其实它做了很多优化 它这个初始化的过程 就会很快 差不多就几分钟的时间 就就做好了 知道吧 那那很快的哈 我们稍等一下啊 你看两个头都在做 这个清除这个filer是吧 的过程 然后呢 它会去配置它的什么 配置它的一些 选择它的一些 自动分区 对吧 它会去分区 adp的分区 高级磁盘分区 它会分区分区了之后呢 它会把p1的这个 小的分区呢 来做成我们的根的根圈 去装我们的ontable的系统 那如果是 当然这是针对我们的sars硬盘啊 会分两个区 这里要说一下 sars硬盘只会分p1和p2 那如果是我们的SSD全闪存的硬盘呢 那它会去分三个区 叫p1p2p3 那会有三个分区 它都会用最后一个分区 就是那个小的分区来做什么 来做我们的根圈 如果是没有分区的话 我们刚刚讲了哈 它一个头会挑三个盘 做一个reddp 对吧 那种比如说 什么600G的盘 对吧 这种就不用分区啊 它不是很大 对吧 记住哈 SSD是分三个 然后我们的sars盘 这种大硬盘 是分什么 是分两个分区 那都是用最后一个分区 就是小的那个p1或者p3 来做什么 做我们的根的agric 对吧 装我们ontable系统 那p1或者是我们的ssd的p1和p2呢 就会用来做什么 做我们的数据盘 知道吧 那这里呢 我们只分了两个分区啊 因为这是大硬盘嘛 它不是ssd的 ok 这边在做一些底层的一些初始化的操作啊 好 我们暂停一下 很快哈 就到了我们的cluster setup的阶段了哈 我们来setup一下哈 ok 嗯 yes哈 这里 然后呢 我们的ip是配带 我们的管理ip是配在怎么 我们每个公司的10m上面的回车就可以了 然后 嗯 192.168.6点 这是第一个头啊 29 对吧 然后255255.0 反观 192.168.6.1 对吧 这一句案是什么 它是问你这个cluster是设置的话 就是群体的设置要用命令行吗 命令行 ok 然后呢 呃 我们这里可以是吗 创建对吧 那创建呢 嗯 他问你要不要创建一个单节点的集群 我们是两个节点吧 所以说不要 默认是漏啊 ok 然后我们看到我们的什么 11a和11b就是我们的什么 呃 10gb的集群端口 好 ok 这里选yes 输入我们集群的密码 输入我们集群的密码 集群的名字 cd label 这是先创一个头啊 就是一个控制器 然后另外一头呢 然后另外一头呢 我们会把它加进来 对吧 ok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头啊 也是yes 对吧 然后回车 192.168.6.30 25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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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然后gateway 192.168.6.1 yes 好 这里呢就要去选择join的哈 我们看这边创建好没有 join的前提是这边已经创建好了 你才能够join 知道吧 那我们把这个窗口呢 呃 我们水平水平 这样一看两个窗口啊 就看得清楚一点哈 这边在创建我们的什么 创建我们的vserver 对吧 什么是vserver呢 就是我们的存储虚拟机嘛 他有管理的功能 我们输入集群的license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license ok 稍等一下啊 好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license啊 我们抄一下这个license啊 license都是每台机器固定的啊 好大写的话 cwgmoihv qfgey 然后15个a 12345678910 1112131415 好他要你输其他的license吗 我们没有啊 我们暂时不输 然后呢 我们给他一个什么 管理的vip 对吧 就是我们的cluster management的接口IP 先是接口哈 然后给他一个 这个跟我们的memberIP要在一起啊 就是我们节点的管理IP 要在同一个网段 6.28 然后DNS呢 我们随便输一个DNS server哈 对吧 我们位置哈 在CD 就成都 是吧 哎 然后他就应该就好了哈 我们看一下啊 DNS server 诶 已经出锁完成哈 我们看一下load show 还可以看到我们这节点1已经ok了是吧 然后我们let interface show看一下它的IP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IP是多少 你看到没有 它的集群IP都是169开头的哈 它的管理IP就是6网段的ok 那我们把我们需要把这个复制下来啊 这个待会我们加集群的时候 要用到这个集群的其中一个IP 那我们看一下下面哈下面一个头 嗯 下面一个头呢 我们输joy 是吧 joy 哎 他又找到这个头上的11a和11b哈 这是10gb的万兆口 然后呢yes 他说你要输入什么 输入这个私有的群聚网络的IP 就是刚刚我们的这个169的IP 我们把它 服务子粘贴过来哈 这一步很重要哈 你输一个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找到 然后他就会join这个这个集群 那我们过一会他就开始起join这个cluster 对吧 其他的一些服务 在这个节点上面 好这边是我们的一个配置文件哈 我们要按照这个配置文件来配置而已 就是我们的IP的规划 这是我们的license看到没有 这是一些服务的license 在我们的netup里面 所有的这些 每一项服务啊 比如NFS Safes Ascass SlapperMirror SlapperWatch 都是有license的 一个license就是一个feature功能 你不添license 它就没有这些功能 ok 那我们暂停一下啊 好这边显示已经加入了哈 已经添加成功了 已经join到这个cluster了 我们看一下啊 我们这边看一下 ok 诶 我们这边来load show一下啊 诶 已经有两个节点了 这边加进来了 它又推到sp的状态了 我们可以把它关掉了 这个时候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来检查一下load show 已经两个load cluster show 诶 我们的cluster状态也是正常的啊 我们看一下license是吧 license show 那目前呢 我们只有一个基本的license 就是我们的cluster based的license 就是基础的ha的license 对吧 两个控制器的ha 高可用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操作啊 我们看一下 我们要看什么呢 比如说我们要添个license啊 这边我们也可以来试一下哈 我们要添license 我们可以把这个license都复制下来 变成这个license ID来添加 对吧 你看这里我们可以这样来添加 复制是吧 然后呢到这边 三天就可以了 对吧 然后我们在license 秀 哎 你看就有了这么多license 这就是添加license 我们在我们在这个界面下添加就可以了 这个是什么界面呢 看到我们的这个提示符有两个冒号 一个大鱼符号 这个叫做cluster shell 就是集群的shell ok 那到集群的shell呢 里边呢 我们要看一下哈 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什么呢 我们的一些基本的配置啊 比方说 我们的时区 我们的loaded series 对吧 我们看一下loaded series loaded show fields 是吧 然后series 对吧 就看到我们的两个控制器的硬件的训练号 对吧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 是吧 时区 对吧 操作系统 我们的系统版本 对吧 我们的on tape系统版本 Verse 这个是看我们当前在硬盘里面的Verse的版本 9.4p3 然后呢 Verse 我们的Verse-b呢 是看我们的 我们的boot device 就是我们的那个SD卡里面的内核的版本 那内核的版本是多少呢 其实这里能看到啊 也是什么 9.4 你看有两个啊 p6和p3 对吧 ok 我们现在用的是p3 好吧 好 然后呢 我们还要去看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ip 对吧 let 我们看端口 po shoot 那么呢 我们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端口的状态啊 我们都是10M是管理口 对不对 那10A到D呢 是我们的前端端口 做服务用的 那A和B是连了线的 C和D没连线 然后我们的EA和EB 和对端的这个EAEB load2的EAEB 就这下面这里 是组成了我们的什么集群的网络 它是万兆的 它的MTU就是最大传输端源是9000 因为它是集群网络 很想传输很大的数据嘛 对不对 ok 这是我们的端口 然后我们看我们的ip 对吧 我们的leaf 这里可以看得到我们的这些leaf leaf就是逻辑的端口 叫logic interface 叫leaf 我们的leaf呢 是有ip的 你看 我们的集群网络 是169开头的 然后我们的管理网络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 我们的集群的名字 CD label 是吧 我们有两个管理节点 你看 两个控制器的ip 对吧 还有我们的什么cluster的ip 对不对 那我们clusterip是这个 是6.28 对吧 那我们每个节点呢 分别是29和30 好 我们还要看我们的什么 vsaver 就是我们的vsaver show 对吧 可以看到我们的每一个角色 每一个管理的角色 或者数据的角色 你看节点的vsaver 对吧 就是节点的名字 对吧 那这边是我们的cluster的vsaver 就是我们的cd label 对吧 他每一个管理的角色呢 其实都是一个vsaver 就是存储虚拟机 在我们samo里边 一定会有存储虚拟机这个概念 这个很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的那些什么volume lan 还有我们的leaf 还有我们的这些服务 都是基于存储虚拟机的 我们现在看不到数据的虚拟机 我们在另外的课程里面 会去讲这个svm 好吧 他在这个系统里面的命令叫vsaver 就是我们的storage virtual machine ok 好 这里看了之后呢 在ccl里面 就是我们这个cluster shell 我们叫ccl ccl里面看到的 都是我们集群的一些配置信息 以及我们面向前端的服务的一些配置信息 那我们现在呢 我们初始化主要是面对底层的嘛 对不对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storage storage show 这个failover show 那这个failover就是我们的ha的信息 那我们要到本地的节点 就是它底层的节点去看它的信息呢 就要看它的硬盘 它的agric的分配 我们看一下 我们叫rong什么load rongload是吧 然后你到哪个load 比如到load1 对吧 到load1呢 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些底层硬件的信息 就是用systemconfig-a -a这个命令呢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什么 它的板卡 对吧 以及它的什么 它的序列号 你看到没有 这里 它的序列号 我光标的位置哈 它的序列号 还有它的什么 它的systemid 对吧 systemid 那这个systemid 那这个systemid 其实就是我们要标签到硬盘上面去 归属硬盘的一个systemid 对吧 ok 它也能看到对端的partner 就是另外一个控制器的systemid 对吧 虚列号 ok 还有它的一些什么 它的一些硬件的信息嘛 比如说哪个端口 是吧 那些板卡 对吧 还有它的什么 它的 是吧 sp的ip 这边都可以看到哈 我们看一下哈 很多信息哈 在这里可以看到 然后呢 我们还可以什么 嗯 -a-r -r是看硬盘的哈 哎 我们看看硬盘哈 这里很重要哈 我们要看什么呢 看它的这个 agg0 就是它的一个跟券 对吧 跟生区 跟的aggreg 对吧 它跟的呢 它是用什么 它都是用 你看 这里全部是用的p2 就是我们的小的这个 小的这个分区 每个硬盘的p2哈 p1是数据分区 这个是什么 我们的系统分区 对吧 那它是用的做了一个redp嘛 就是red6嘛 dp是double parity double parity double parity 是两个校验的意思哈 三个数据盘 两个校验盘 那是有五个分区吧 五个p2的分区 对吧 它是用的什么 它是用的 13579 相当于是什么 基数的分区哈 基数的盘 基数位置的盘 是给到我们这一个 呃 c就是这个01的这一个头 对吧 01的这个控制器 那我们我们再看下面的哈 那 我们看看哈 这些都是sperl盘 对不对 那你看到sperl盘 都是用的什么 都是用的p1嘛 就是我们的数据分区 p2是我们的跟分区嘛 系统分区 对吧 那它也是基数的对不对 也是1357911 好然后我们再看partner的词盘 就是对端的哈 对端的就是偶数盘 看到没有 都是偶数的 什么268 这种是吧 然后呢 呃 也就是偶数的盘呢 它分给了什么 分给了另外一个 控制器 好 呃 这就是看硬盘 然后我们看多路径呢 是怎么看呢 是我们的这个 storage show 意思个-p 这是看我们的什么 控制器上的 就是磁盘的路径嘛 那路径都是ABAB的 可以看到没有 两个口出来这样子 这一路这一路就是两个 就是多路径嘛 就是我们谢尔夫上的连线 都是多路径的 OK交叉连的嘛 或者是什么 连到很多谢尔夫 都是有两个通道的 好 我们再推出来看一下啊 看我们的什么 这边来看看我们的 另外一个头哈 比如说你到02去看一下 是吧 你在02里边你也可以看什么 siscong 费个-r 对不对 你看这在另外一个 控制器上面 刚刚反过来的哈 全是用的什么 偶数盘的p2 对吧 这是系统分区 02468 对不对 来分的我们的 做的我们的根的 系统的盘 对吧 系统根 系统的根捐 然后呢 这边呢 就是什么02 偶数盘的什么p1 用来数据分区的 这里 偶数盘的p1 是数据分区的ok 那p1都是数据分区 p2就是我们的根分区 系统分区对吧 那就是这一看对端的 就是这么看磁盘的哈 如果你要看哪个盘 是不是坏了呢 你要什么aggr status-f 对吧 -f就是看坏盘的fail的盘 实际上这里是没有的哈 ok 两边都是这样看哈 一样的命令 我就不重复了 好 那弄完了之后呢 我们还可以看什么 我们的这个 这个 time zone是吧 看我们的时区对不对 如果我们要改时区的话 就按照这个命令去改 添message就这么添 然后呢 这些都是其他的配置 我们下次再讲哈 然后我们主要是看一些主要的东西 包括我们sp的 我们sp就是我们 如果我们要配sp就是这么配的 sp network modify 然后哪个load的哪个地址 对吧 ip face的哪个地址 什么眼码 网关 开启to 就在这个这个格式啊 大家照着抄就可以了哈 我们看一下sp哈 sp什么let show 这是可以看到的啊 let show 就是我们的远程管理的这个这个模块啊 它的这个104看到没有 然后是10 103和104看到没有 01这个头是103 后面这个头是104 就这样的sp的信息 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一下什么 这里很重要哈 因为我们这个2240呢 它其实没有连我们的集群交换机 那我们要去到它的特权模式哈 就是setadvanced 就这样的哈 y 这里有一个命令叫switch list cluster show 那这里看呢就是看什么 如果这个你看 这个elabelswitch list cluster true 就是它是4 那4就是什么 说明它没有连交换机 switch list就是没有交换机的意思 它是处就是什么 它没有交换机 如果这里是force 如果是force的话 我们就可以什么 我们当我们的集群有很超过两个以上的节点的时候 对吧 我们就需要集群交换机 那有集群交换机呢 我们就需要什么 我们就需要把这里改成force 改成force之后呢 我们才可以什么 呃所有的控制器哈 比如三个四个五个 全部连到我们的交换机上去进行横向的通信 OK 这是一个点哈 那我们要出来怎么做呢 setadmin 就回到我们的什么 这个cshare下面 刚刚是高级模式哈 然后还有我们一个loadshare 是吧 loadshare cluster share 是吧 loadshare就是本地看硬件的 cluster share 就是看我们这些什么 基于asvm的一些服务 也可以配我们的agreg 配音盘的这个聚合哈 就是我们的readgroup ok 其实配readgroup我们不讲 我们在讲nfs和safes的服务时 你讲过哈 然后我们再来看哈 还要看什么哈 嗯 还要看这个这个这个 嗯 这个cd cdpd哈 我们看一下cdpd的一些设置哈 cdpd呢是什么 是cisco的discovery的一些协议哈 就是你可以看到我们交易界的端口 连在哪里 对吧 我们试一下哈 你看cdpd是呃 我们把它按起来哈 然后呢 哎 按起来了是吧 ok 本目的是off的哈 那你就可以去看什么 看他的一些端口的信息 比如说我的那些前端端口 连到了交换机的呃 哪个口 就可以通过存储上面来直接来判断 看到没有 我们的交换机是6224嘛 你看 他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哪个口 你看10a10b 连到了连到 连到了我们交换机的哪个口 看到没有 这里就是端口 比如说他的5号口 4号口 4号口 6号口 对吧 这是327嘛 237 你看到没有 就可以看得到 这个很很很很好哈 这个cdpd一定要去什么打开 就准确的帮我们去排排查我们的连线 你看我们的万兆口是什么 是10a连10a 11a连11a 11b连11b 这是什么直连的 看到没有 我们的型号 对吧 我们怎么连的线 这里完完全全可以看出来哈 通过打开这个cdpd ok 我们刚刚看了sp的 看到cdpd 看到我们磁盘的一个分区的状态 以及aggreg的状态 是不是 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还有什么 这些升级固件的我以后再讲哈 其他应该就没什么了哈 这就是我们初始化的一个情况 最后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看一下cluster的状态 哎这些都是ok的啊 license我们也添加了是吧 sp我们也看了 我们看看还有什么 暂停一下 好行我们最后再看看aggr的状态 我们现在只有什么 只有root的aggr 就是我们的根的aggr aggr就是多个就是readgroup 但是它有多个嘛 它有它是多个readgroup的集合而已哈 我们是用我们的p1的分区组成了我们的aggr 系统的哈 ok行 那这次初始化的视频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